巴老师回来了 今天我换了一个新的背景 因为我搬家了 最近搬到杭州 等我收拾的差不多了 给你们录Vlog 这期视频你们最爱的 长哥 乐烟 小峰 还有四肯 全部都到齐了 以他们为灵感的日常发型 还有搭配本想干货 干的不能再干了这一期 就让你们一分钟 给你们准备的绝美造型 还在等什么 世界第一 双起来 第一个发型的灵感来自长哥 虽然开上去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马尾 但是实际上暗藏玄机 教你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让马尾保持在头顶一整天 第一步是什么 有人记得吗 分区 一耳朵这里为线 分成前发区和后发区 后发区的头发扎一个马尾 然后在头顶画了一圆 扎成辫子 在辫子中间掏个洞 然后把马尾从这个洞里面掏出来 把小辫子拉紧 这样这个马尾就会看上去超级立 超级重天 而且一整天都不会掉 再把所有的头发都往上梳 所有头发绑在一起 然后这些短的绘画可以用衣服 再把它全都藏起来 扯一点刘海下来 这刘海就是长哥发型的精髓 可以修饰一下脸型 戴上头顺 OK 这样弄出来马尾呢 一整天都不会塌 而且前来我这边也会特别的蓬松 再换一个帅气的唇色 阿玛尼妖银二号色 就是一个丝绒哑光之类的冷净茶色 和长哥超级大 第二个发型来自我的大女儿小峰 第一步就是揪辫子 别带上了新买的这个发饰 让我们这个绳子怎么不上呢 把辫子从洞洞这里穿过去 转一圈再抛回来 然后配一颗珠子 再夹一个这种毛球球的夹 就夹在发尾 再带一根发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这个发型的灵感来自我的二女儿 长哥行里面的乐烟 小可爱 第一步一眼是分区 把头发分成一区二区三区 三区的头发来绑一个高马尾 绑好之后把头发一分为二 然后开始转它 转紧了以后 在这里绑一个皮筋 然后往回推 就可以推出一个兔子耳朵的发迹 剩下的辫子也是一分为二 然后往回 把它绕在这个底座上面 用一字夹固定发尾 如果你的嘴头发比较多 或者是要去一些风很大的地方 我建议你买一个这样子的防尘网 就专门搞假发用的那种 罩在这个上面 看这个发剂 马上就会变得很干净很顺滑 接下来我们来弄这个并角两边的头发 并角了两边的头发真的非常的简单 也不用打鞭子 就只要转就好了 真正的有手就能盘 就有一只手拉出来一点头发 然后开始转 一边转一边加入一点新鲜的头发 继续转 然后往后拉 用一只牙固定 现在看着好像觉得头发有点紧没关系 然后把这个表面的发丝拽得蓬松一点 刘海啊还有冰角啊都拽一点头发下来 可以用卷发帮稍微卷一下刘海 喷一点发酵收一收对发 完成了现在用一样的头发把这边来做完 OK完成 下一个发饰 今天穿了一件起重山城的汉原素 然后头上沾了一些鲜花 整个道具看着就这样的清爽感觉很适合下来 妞妞不要在那边发出叫声 然后我觉得乐颜小可爱嘛 腮红还可以加红一点 头发这里也可以涂一点腮红 涂这支107 组合那个乐颜在剧中纯色的感觉 下一个发型 最近中了自腾的毒之后我就把我的眉毛剃了 修成了这种很细长的古典眉心 但是付劝各位有表情眉的妹妹们啊 修这种眉毛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子说话的时候 它总是很难在脸上保持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自腾的发型真的是又好看又简单 今天就到你们卷发的秘诀 首先第一步依然是分区 像这样中间套一个小圆 然后剩下的头发一边加一个马尾 再把两边的马尾大概分成三缕的样子 然后每一缕都往内卷 卷成这种内扣的弧度就很修饰脸型 什么尺寸的卷发方都可以哦 这边也是一样的操作 我们里面卷 两边都卷好了以后来卷上面这些小头 上面这些小头主要就是往后卷 然后现在把它都放起来 就是这种很自然的卷度 分一个斜分 这样卷完之后 刘海会变得很蓬松嘛 如果像我这样过于蓬松的话 就可以用个夹子夹住一下 看那些发胶 你头顶的刘海定一下型就OK啦 如果觉得发量还差点意思的话 可以准备两个这样子的小电发神器 戴上头饰 还有耳饰 半身衣服 几胖一穿丝旁那种大女主的气场 马上就出来了 在途上一只浓烈惹人爱的418 这只口红非常的显白 又百搭不调皮 黑纱丝腾专属的细眉 和大地色眼妆非常的绝 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传播内容 一共有4款都是最近热播剧中的灵感装 欢迎在弹幕里面扣出 你最喜欢的那款发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